好嘞 咱们把18年1.6自动舒适的速腾开到路上啊 18年的自吸1.6自吸的这款发动机的车只有两个配置 一个是低配 一个是高配 目前我们开的就是高配啊 当年的自动舒适 它再往上啊 就是1.4T的版本 所以说18款的1.6自动舒适 这款车还是我比较推荐的一款车 首先它从性价比角度上来讲 你同样开的是速腾 当年的官方指导价14万多 再往上1.4T的就要贵个2万块钱了 14万多 开了两年18年的目前的市场价格是多少钱啊 目前的市场价格是10万以内 就能够买到一个车况非常优秀的 当然啊 它要是车况而定 是公里数而定 这台1.6自吸的发动机 原厂的调教是110匹 它要比宝莱和朗逸的动力要强一点 我们实际的去开 也能够开得出来 大重1.6是出了名的肉 但是啊 其实速腾这款车 它的调教啊 整个的车还是比较不错 呃 真皮方向盘 真皮座椅 大屏 导航 倒车影像 天窗 定速巡航 该有的都有 一件进入 一件启动 该有的都有 虽然说啊 作为一个家用车型来说 你想花一个10万一块钱以内 家用的 合资的 质量稳定性好的 配置比较不错的 保值率非常高的车型的时候 其实速腾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但这种车型啊 我买到手以后 每年按照市场的航空价格跌个大几千块钱 万把块钱 呃 你如果说你买新车就不一样了 对吧 每年跌个大几千块钱 而且啊 这个车维护保养非常的便宜 机油几率啊 两三百块钱 就解决了 呃 车修车配件也非常的多 后市场整个非常的丰富 所以说你换个件啊 说哪有问题啊 做个更换 非常的便宜 配件便宜 这 这就是很多的大众车保值的原因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这个车省油啊 1.6 六速爱信变速箱的这套动力总成 呃 跑高速 我们实际开出来的六个油以内 非常非常的省油 而且有定速巡航 你整个驾驶起来还是比较舒适的 呃 省油保值 维修便宜 保养便宜 这就是买车的一个硬道理 之所以保值 又它保值的原因 对吧 而且啊 从整个车的品控 从一气大众对速腾的这种定位 呃 基本上你买了之后不会太失望 除非您对变速箱动力总成 呃 对动力有要求 那你尽量选择1.4T 对吧 如果说 呃 你只是家用的代步 考虑的是稳定 那其实1.6绝对没有毛病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18款的1.6自动的速腾 想了解更多的车用价 了解更多的汽车知识 关注我们大飞涛车记 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提问私信 您的点赞转发是我们最好的鼓励 谢谢大家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大飞涛车记 给我们留言提问 我们会不定期的给大家集中的回复 好了 这期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